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線 讓你變成理財Superman 節目的一開始一樣邀請大家幫我們的節目點一個讚 有任何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找時間來好好討論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關於美債值利率 為什麼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大家記得嗎 美股大跌 算是最近幾個交易日裡面 它的跌幅比較深的 那麼我們的標題直接說了 股市的警鈴難道在這邊開始想起嗎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不是現在才開始想 是很早以前就開始想了 我們的觀點其實早在兩個禮拜以前 我們就一直把一些接下來有可能出現的風險 把它拿來檯面上面跟大家提醒 那麼我們看到了在國安基金還有CPI 美國的CPI嘛 上上禮拜三的時候公佈 讓整個反彈的時間被延續了 不過我認為到了8月的下半個月 也就是最後的這兩個禮拜 大家一定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上個禮拜五的美股走勢 你會發現全盤皆末 雖然道瓊小跌一點點 大家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的時候 因為Walmart有一天開了財報 優於市場預期 所以帶動整個道瓊上漲 可是我們在上個禮拜五看到了 Target一樣是美國的零售業者 開出來的財報居然是不如預期 所以你看就算是同樣是零售業 有的很好有的卻很壞 代表他們出現了兩極化的分歧 所以就導致了上個禮拜 連道瓊都沒有辦法拉起來 更不用講說科技股為主的 NASDAQ還有費半都一樣重挫 下跌超過兩個百分點 費半甚至跌了將近3% 代表股市在這邊出現壓力 那壓力的來源是哪裡啊 大家會發現上個禮拜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數據要公佈 最主要的消息仍然是聯準會跟通膨 你會發現最近越來越多的聯準會官員 出來講話 而且講話不是跟你講說 我們9月要升兩碼 我們接下來要暫緩升息 我們可能會在明年降息 你不會聽到聯準會官員跟你講這些字 那相反的 這些聯準會的官員還會跟你講說 我們的通膨還沒有打下來 聯準會的任務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 會維持升息的腳步 一定要把通膨打下來為止 所以這些聯準會的官員 他們講出來的話 其實是偏向鷹派 導致了這些科技股領碟 有著看我們節目 或是有在我們群組裡面的投資朋友 一定知道 我說過了 利率對於科技股來講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也就是利率稍微變動一下 科技股的股價 它的變化幅度會非常大 所以聯準會官員出來這裡放陰升 就會導致科技股下跌的幅度比較多 還記得嗎 剛剛那張圖嗎 納斯達克跌2% 道瓊只跌了0.86% 中間這個差距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樣的現象 另外啊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早上的這些新聞簡報 像是鮑威爾他會放大FED的陰升升量 我認為這個並沒有很意外 大家還記得嗎 上上禮拜三的時候公布完美國CPI 市場上面就很多人跟你講說 哇 通膨觸頂 通膨出現拐點 接下來聯準會要轉向鴿派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市場上面的這麼多的投資朋友 一廂情願 記住一廂情願的認為聯準會要轉割 但是我們就特別的奇怪 我看總經看這麼久 我就不覺得聯準會要轉向鴿派 聯準會自己也沒有講說他要轉向鴿派 怎麼市場會一廂情願的認為他要轉向鴿派 你要知道從歷史上面來看的話 永遠都是聯準會在引導市場 我們很少幾乎沒有看到是市場 引導聯準會的 所以鮑威爾他們或者是這些聯準會的官員 他們一直出來講話 其實他就是要給市場建立一些預期 他現在其實暗示什麼 你們這樣子的想法太割了 太過於鴿派了 我們沒有那麼鴿派 但是他又不能講得太過於鷹派 為什麼他講得太直接的情況之下 股市馬上就會先中錯 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們必須要慢慢的去這樣子 把訊息傳遞出來 傳遞出來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禮拜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叫做Jackson Hall 台灣的翻譯叫做什麼 傑克森洞 Jackson Hall他就是一年一度的央行的會議 全球的央行行長 他們會聚在一起開會 可是現在因為疫情 所以可能都是線上開 那在每一年的Jackson Hall的開幕的時候 都會是由當時的聯準會主席來致辭 市場就開始在想說 這一次的制止 鮑威爾到底會放出鷹聲還是放出歌聲 我認為放出鷹聲的機率是稍微大一點的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稍微留意 這是這個禮拜的一個大事件 另外我們等一下後面會稍微講一下新台幣的匯率 那除此之外 你說除了聯準會 鮑威爾以外還有誰 我們講過了像布拉德嘛 最大的鷹派 他也說了 他認為他自己 他是有投票權的喔 9月他要升三馬 他認為現在說通膨已經觸頂研之過早 那還有誰 史賓賽 史賓賽是誰 他是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 經濟學獎得主 所以你看喔 這些官員 這些聯準會的官員 這些經濟學家的得主 還有很多華爾街的分析師 很多的專家 一直告訴你說 這波叫做熊市反彈 一直跟你講說通膨還沒觸頂 一直跟你講說美國接下來還會面臨到衰退 大家都這樣子講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感覺股票市場這麼的樂觀 到底是誰在拿錢出來買股票 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外資已經連五賣了 上個禮拜五個交易日 外資連續賣五天 那到底誰先拿錢出來 很明顯吧 一定是散戶投資朋友拿錢出來 把鈔票換股票 那你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稍微留意一下風險 我認為要嘛 對不對 應該要嘛 你去看這些籌碼 這些大戶都沒有拿現金出來 還不斷的告訴你說 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 可是當你把風險意識丟掉了 放在一邊你都不管它的時候 這個時候危險就出現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數據的部分 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8月份整個反彈是一路往上走 我們原本預估啦 大概在8月10號 也就是8月上旬的時候 台股或者是美股就應該要面臨修正 可是你看台股有國安基金撐著 撐撐撐拖到了CPI開出來以後 哇整個市場就high起來了 所以反彈就被延續了 反彈的時間就被延續 延續到什麼時候 到了8月下旬 也不過就是多了兩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但是在股市high的情況之下 美債殖利率居然還在往上走 我們說過長天期的美國公債 反映的是經濟成長率跟通膨率 短天期的美國公債 例如說三個月期的啊 一年期的啊 兩年期的啊 這些短天期的公債殖利率 反映的是美國的貨幣政策 所以你看喔 長天期的公債殖利率 8月股市在反彈的情況之下 它還是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到現在最新已經來到2.98% 也就是來到了3%的關口 那到了這個3%的關口 會導致什麼呀 這個東西我們一般來講 把它當成無風險利率 你想想看喔 你買進這一個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放到到期 你每一年的報酬率就是3% 沒有風險的3% 那既然你買這個東西 是沒有風險的3% 你為什麼要到股市裡面 去追求有風險的3% 除非股市能幫你帶來的報酬 年化報酬率能夠超過3% 你才會想要去承擔風險吧 不然的話這個無風險的3% 幹嘛不去賺 對不對 所以當今天美債殖利率 在走陽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想要把錢 從股市換到債市去 那錢從股市流向債市的情況之下 在股市的錢變少了 那是不是對於資產的價格 就會有影響 所以大家一定要盯緊 這個地方要來到了3% 對於接下來美國科技股 可能就會造成壓力 美國的科技股如果不好 台股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另外我們再看一下新台幣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新台幣 從6月新台幣走強一段 以後就開始一路貶值 一路貶值 貶到今天還在創新高 這個創新高代表是貶值台幣 已經對美元貶值到一個創新低的狀況了 一塊錢美元 現在已經可以換到了 將近30.1的台幣 30.1的新台幣 所以這代表了什麼 這在反映資金正在匯出 資金在匯出 資金一定是從台灣流向美國 匯率這些事情是兩個國家的事 不是只有台灣的事 也不是只有美國的事 所以這一定代表資金從台灣流向美國 才會導致新台幣持續貶值 那你想想看資金外流 外資賣超 這些訊息是不是聽起來好像對股市都不太妙 台股到底有什麼樣的本錢可以一路往上攻上萬六 你說台股會攻到萬六 攻到萬七 攻到萬八 每個都能講啦 只是會不會來的問題而已嗎 我認為機率是相當的小啦 相對比較小一點 我認為台股在這邊8月下旬 我並不是這麼認同這樣子的觀點 台股雖然站上季線 但是整個季均線是不是還是在一個向下走 一個向下走的狀況 而且這個季線還沒有要往上翻揚 季線的扣底值目前仍然非常的高 所以代表這個季線持續下彎的壓力還是存在 因此大家不要覺得好像這個地方站上了季線以後 就晴空萬里萬里無雲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不是這樣子看的 股市在這個地方啊 來到了季線附近以後 再加上資金外流 外資沒有持續買超的情況之下 要繼續上空的機率就相對的比較小 請大家記得 我們認為的修正原本是在8月上旬 只是因為某些意外的經濟事件 這個東西沒有人可以預料得到 所以導致整個反彈時間被延長 但是該來的還是會來 就像我們在8月11號的時候 路的Playgo我們提醒你 要留意一下航運股的風險 沒有人會在那個時候跟你講 航運股有風險啦 不可能8月11號不可能 為什麼我們當時還舉了萬海這個例子 說他已經先開出了一個比市場平均價還要低的報價 8月11號什麼時候在這個地方 我們以長榮為例啦 大家可以看到長榮是不是一路往上走 一路往上走 好漂亮喔 要持續攻高了 誰會在這個位置上面提醒你留意風險 講一下 那我們把它遮起來 這個是後來的走勢 大家覺得要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你單純就技術線型來講的話 是不是一路往上攻高 順勢嘛對不對 一路往上攻高 告訴你實際上面 長榮是往下走的 往下走的 誰會在那個時間點提醒你留意風險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稍微講了一些比較提前的觀點 市場可能不認同 但是我們都是一分正去說一分話 該來的總是會來 時間問題而已 那麼除了長榮 還算強勢以外 萬海今天直接大跌4個百分點 最弱勢率先破底 直接破底喔 原本的底是98塊多 99塊多 那你現在今天一天直接殺到95塊 代表什麼 你過去一年裡面 你從去年6月以後 買到現在的投資朋友 全部都套牢 全部都套牢 為什麼 因為今天破底嘛 代表新低價嘛 那前面的人全部都套牢 全部都賠錢 這個東西是你樂見的嗎 你要在前面賭說 台股在反彈 所以他應該會補漲 要賭這個嗎 我認為不要啦 所以風險這件事情 是我們要提前做準備 而不是等到它真的出現了 這個時候我們才來考慮說 這個地方危險出現了 我要開始跳火車了 還記得上個禮拜講的 講減金幣的故事嗎 不要等到火車真的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再選擇跳開 而是要在風險一出現的時候 比較保守的人 你應該就要先選擇避開危險 那我們持續的把這些觀點 都分享在我們Telegram上面 那這些看法 還有我們對於總體經濟的研究 都是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有多少數據 我們就講多少話 基於分析師的職責 我不會騙你 我明明看保守 我不可能帶你瘋狂做多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投資朋友對於這些觀點 對於這些研究有興趣 他都可以進來我們Telegram看看 那麼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掰掰 拜拜